7.19分,车已卸完 就咱们这货的品项,奈何今天礼拜一啊 不然的话,就这品项,更在网上得抢 礼拜一,买卖锡的神话,直卸了 第二单,你出发 第三单的车还没开过来呢 真是啊,今天谁来挑货,谁走运 今天礼拜一,属实是人少 且,咱们货的质量 那简直是YYDS啊,朋友们 这种货的质量是在昨天前天拉过来的情况下 绝对的啊 但是呢,咱们地方有限,对吧,拉不过来 在一个不要小瞧这两天的时间 它开放程度就不一样啊 开它代升呢,咱们也是拉不过来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农小蒋,我又来了 现在是7点34分啊,又忙活了一小事 今天咱们新带的品种有这个瑞典女王啊 有几个别的开花了,带了几盆过来 然后这个朱丽叶带了几盆 还有这个金丝雀,金丝雀带了好些啊 因为金丝雀不开则也一开啊 就好多都开了 所以说,金丝雀又带过来好些 奈何今天的没人呢,是不是?市场 哎呀,走到咱们通道 咱们草花区的第三通道 看一下 这就是大早上起来 这大早上起来应该是最忙的时候啊 它进来连个人都没有,各位 这就是咱们星期一的市场现状 你们说说 看小姐,身后这个 好大一颗的啊 好大一颗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杰桥衣,大灌木 好眼吧,可漂亮了 看看杰桥衣,这个大花包 看看这一颗 嘿呦,这一颗真的是无敌瓦赛啊 看底下这枝条 我的天,它的生命力强大不强大 它的真实年龄在两年四个月啊 两年四个月啊 竟然能长这么大颗 太旺塞了 当然了,咱们一片地当中 就这一颗 就是咱们去年没有卖完的啊 就是咱们去年这种小盆的 这种小盆没卖完 就然后就没管 还让它疯涨 然后又经过了修剪 收拾换盆 就长这么大颗 好吗 美不美 这一颗 咱们地当中最大的一颗啊 巨无霸 这个叫摩纳哥公爵 暂时还是没有卖出去 因为小蒋的要价比较高啊 便宜不卖 就这一颗你爱买不买 任性 就是任性 7点51分 第三位已经拉走 第四位第五位正在挑 今天早上闲的呀 这个骑三轮的又来了 一天不少卖油 咱们闲的都可以拿出手机 出视频了你说说 第六位顾客 磨叽了半个小时啊 他给他的客户在那聊 我俩天呐 这不行那不行 这贵那不行 那个颜色不好看 这又贵了 等等等等 嘿 买了大煎饼没吃呢 吃大煎饼 8点31分 双色的棒棒糖 大罐的 别看它贵 哎 它就是好卖 日常易吐槽 嘿 咱们拉的这个小的棒棒糖 你别看它便宜 咱们那一颗大的 能买它俩 还有拐个弯 但这就是没人要 你说是吧 无敌了 所以说这种棒棒糖怎么卖 就是在咱们本地的货下来之前 这个一定要开花拉过来卖 是OK的 要把本地的货一下来 这个就歇菜了 失误 谁啊这是 每一个都是对吧 五六个花甚至来说 相信我多挑几个 割你掉的绝对好卖 这种货绝对没问题 也就是今天星期一 如果说要是割在之前 这种货绝对 你现在这个点来都抢不到 一二三四 九点零五分 新增收入三百六 目前收入一千五百五千 太膨胀了 就这收入 小姐还吃了个大煎饼 喝了杯豆浆 就这个收入 还吃早餐呢 哎呀 继续等待功课 可以的可以的 九点一十五分 咱们二零二三年度 最大的一颗酒吧 以寿 被咱们那大哥给带走了 然后现在 咱们这一颗啊 也算是个小巨物吧 搁在前面招人吧 也是 对吧 很漂亮啊 这一颗 十点零四分 预定两颗瑞典牛 给留 因为给钱了 不给钱是不留的 周三了 预定三十颗 后面那高的丛生 是明天给它带到市场 还有一个预定 是两米四的那个 粉龙拱门啊 是人家升级四拉 是星期六 人家要拉到婚礼现场 去当一个拱门造型去用 拱门是挺贵的 现在结婚的成本是真高啊 这家伙假花都不用了 直接上真花 那两米四高的 两米宽的那个拱门 还是可以的 就是这三个预定 目前其他的没什么预定 行 不用记纸上了 脑袋能记得住 嘿嘿能记得住 都是给了钱的 不给钱的话 对吧 不留 不给钱没有预定这一说 看看咱们摊最前面的一个 那个小一点的巨无霸 那个捷翘衣被人家拉走了 也是昨天那个那个大哥来拉的 想拉那颗大个的巨无霸 昨天跟他好说胆说他不要他不拉 今天专门来拉来了 给人家去种啊 得对吧 晚人家一步被卖了吧 后期还有啊 咱们地点还有 只不过没开花呢 就那大灌府的那个灌木啊 还没开花呢 朋友们 开大张了 开大张了 看看咱们这些空地儿 哎呀 两点三十二分啊 接了一大的 给人装了半车 把咱们的大盆小盆呢 基本上都缩落的差不多了啊 当然了 可惜他没有要这种 要这种的话 对吧 咱们又可以腾出好些地方 看看咱身后 好吗 看得劲不得劲 空地可多了啊 呃 这个顾客呢 还是 一直微信联系 咱那是另一个花园市场的 在这拿货啊 然后配了半车过去 还有后面那几家的月季 配一车给他发过去 可以的 这样的话 咱们今天晚上啊 还需要到一车祸 然后明天再来一车祸 因为我哥 他不是干活去吗 所以说他要用一辆车 咱们也就是说 一天只有一辆车来会跑 为了明天的一个战况啊 今天晚上 必须把咱们的弹药啊 准备充足 明天 继续啊 战斗 哎 行了 现在给基地打个电话 联系一下 小剑也收拾收拾 那咱们再往这边 转一车祸 行了 咱们稍微把它收拾了一下 把这些咱们的好玩意儿啊 赶快拿到前面了 对吧 有零买的 赶快买走啊 咱们稍微给他们拉开点间距 这样的话 看到他们啊 心情更舒畅 这样的话 一颗是一颗 看得更为清楚 这边呢 也是稍微收拾了一下 也是摆放的整整齐齐 把后面的鸡脚杆 堆积的一些东西啊 都拿过来了 看看 这样一摆的话 又是不少 哎 怎么又是 中间这一溜 对吧 完了 这样的话 人家来一看 哎呀 这件东西多 挑一挑 选一选 一人带走俩 一人带走俩 这不就给他们卖出去了吗 今天的账况呢 非常不错啊 朋友们 今天礼拜一的账况非常不错 已经是出乎小蒋自己的预料了 这 嘿嘿 毕竟进入四月份了 对吧 咱们大旺季 马上就来临 所以说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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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行情 对吧 目前的状态来说 还是比较好的 还是比较好的 现在时间 六点二十五分 车呢 已经卸完了 又来了两个单啊 咱们卸着卖着 然后由于咱们的地方呢 还是有卸啊 卸的东西不多 然后又卖了点呢 所以说今天晚上 临时决定啊 再到一车 今天晚上再这些车货 又是得 熬一下啊 小夜 然后到明天的时候 早再来一车 嗯 就算是OK了 够明天卖了啊 这就是今天的 全部计划 总体来说 总结一下 今天对吧 行情是实属是OK的啊 实属是OK的 咱们现在就等待 下一车的货到来吧 哎呀 一天又过去了